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人群中脾气最好的人往往最可怕 养一个好脾气是做人最高明的智慧 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类人 他们很少生气 即便面对别人的挑衅也能一笑置之 他们不常发火 即便心里有很多烦恼 也能顾及身边人的感受 他们总是看起来笑容满面 脾气很好 相处久了才知道 这样的人往往才最可怕 一、好脾气的背后是海纳百川的格局 2010年 一天中评读汉代风云人物一书出版 一位青年教授挑出一天中书中的十个问题 并做出尖锐的批评 专业能力遭到如此质疑 一般人也许早就恼羞成怒了 但一中天却乐乎乎地回应说 人家批评我是人家看得起 如果对方根本不放在眼里 只怕批评的话都懒得说 一中天豁达的品行 让他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 经历越多越明白 像一中天这种好脾气的人 从来不简单 他们即使面对恶言历词 也能保持一份从容 即便遭遇是非敌对 也能云淡风轻一笑了之 这种春风话语的性格 表面看上去是好脾气 背后其实都是莫大的格局 红一法师说 人之傍我者与其能变不如能容 人之无我者与其能防不如能化 因为面对诽谤和质疑 愤怒是人的本能 但能用包容的态度 友善的情绪去面对 却是极大的本事 那些好脾气的人 不是没碰到过不愉快的事 只是他们从来不把破事当回事 这份扩达的格局 超然的心胸 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能力 二 好脾气背后是冷静自食的情绪 有句话说 脾气是外线的 情绪是内在的 很多时候 一个人的脾气里 藏着他对情绪的控制力 2019年 在白度AI开发者大会上 李彦宏正在台上侃侃而谈 突然间 一个男子走上台 将自己手中的矿钱水 用力泼在李彦宏的头上 见此惊心 李彦宏先是一蒙 然后用手插了插脸 平静地问 What's your problem? 然后李彦宏不慌不忙地说 大家看到 在AI前行的道路上 还是会有各种各样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但是 我们前行的决心不会改变 在恶意攻击面前 李彦宏没有慢慢推散 现场更没有因此发生骚乱 这种乘着冷静的态度 让李彦宏 收获了无数的掌声 何炯说过 没有生气 不一定代表 没有负面的情绪 能够不将负面情绪 带给他人 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修养 真正厉害的人 不会因为别人的 言行上的过失 而气急败坏 他们预示 会克制自己的情绪 心平气和地 妥善处理问题 所以看上去 脾气都很好 多年前 厂里芒格受邀参加一个外地的商业聚会 活动结束后 准备坐飞机回纽约 但在过案检时 检测器不断鸣叫 他被工作人员强行拦了下来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 芒格重新接受案检 可检测器依旧不断鸣叫 此时工作人员开始用怀疑的眼神凝视着芒格 态度十分令人不适 芒格却带着笑容 一次又一次的折返 配合对方的检查 终于在检查了数十次后 问题终于找到 原来是检测器出现了故障 此时芒格的飞机已经延误 周围人都以为芒格会因此大发脾气 但芒格却没有任何恼怒之意 反而从中掏出随身解带的书籍 一边阅读 一边静候下一班飞机 生活中 有些人看上去平易近人 不容易生气 但这份好脾气的背后 是对自我的情绪控制力 他们不会因为遇到不顺行的人士 就浑身充满力气 他们即便遭遇麻烦 也能保持冷静 用从容友善的脾气去应对 比起心浮气造者 这种泰然自若的人更令人敬佩 三 好脾气背后是推挤及人的善良 有句话说 一个人的脾气里 藏着他最真实的人品 因为生气是人的本能 但是能化解脾气 温柔对待别人 却是一种善良 季仙琳曾经在悼念 冯志生先生一文中 讲过一段往事 1951年 季仙琳和文学家郑振夺 哲学家冯志生 一起组团访问印度 郑振夺为人豪爽 最爱开玩笑 他经常喊智生先生为大胡子 有一次 理发师正给智生先生刮脸 郑振夺站在旁边起哄 对着理发师高呼 把他的落塞胡子刮掉 理发师不知所措 一失手 真的把胡子刮掉一块 这时候 郑先生大笑 旁边的人也陪着哄笑 智生先生虽然心疼自己的胡子 但看到理发师精湛愧疚的眼神 他立马跟着大家笑了起来 理发师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马亦福说 一时乾坤大 油脸草木青 面对他人的无心之过 好脾气的人 往往会选择一笑置之 因为他们见过世间百态 内心宽厚柔软 更能体谅他人的不义 有句话说得好 温和的言语 自发的关怀 都源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 善良 那些好脾气的人 看上去温和好相处 但其实 这种温柔的脾气 背后都是莫大的善良 因为他们不会对弱者 肆意指责和暴怒 而是能够将心比心 他们平等有爱地 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永远懂得照顾他人的自尊 经历越多越知道 这种宽厚仁慈的秉性 就是生而为人最高的境界 他们既有客气支持的能力 也有宽容世人的慈悲 他们永远对生活抱以温情 对万事万物心存敬畏 人生在世 养一个好脾气 就是做人最高明的智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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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